嗨,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火老闆 今天要幹嘛? 開箱 哈哈,這個應該就是大家都已經在網路上 其實有很多人已經開箱過的iPhone 12 Pro 那我這次買的版本是那個 基本的12 Pro 128 藍色的 那我們現在就把它打開給大家看看囉 OK,那我們就開始啦 以往常一樣啦 每次開蘋果的手機跟包裝 這個拉開那感覺就是很爽 這次他這個呢,因為是深藍色的關係 所以他的殼那個外面的那個盒子也是黑的 那跟他們之前報導的一樣 那個耳機啊還有那個充電頭都拿掉 所以呢,相對來說就變薄了 我們就直接把它打開給大家看囉 手機這是背面的 給大家看,那我們先把手機放旁邊 盒子裡頭就是充電線嘛 他們之前就有說那個現在是變成Lightning到USB-C 然後以及他們之前就說 欸,這次有 之前都有跟啦 貼紙啊,然後還有這個 這個 SIM的這個 Ejection Tool 那都有嘛 盒子裡頭基本上就這樣 那我本身其實很少在用這個 因為 充電基本上 這次有無線充電 所以呢,我那個MagSafe等下 也會給大家看喔 那平常我本身桌上已經有接一條線了 所以其實我本身自己這些線啊 常常來都沒有在用喔 好,到手機 唉唷,這次他這個保護 欸,他麥頭不是透明保護貼了這一次 這次是個白色的保護貼 那他這個 藍邊啊,這旁邊這個是那個 那個不鏽鋼嗎 那後頭也是橙霧面的 然後這邊還,這次還告訴你 那個電源鍵 聲音大小以及 那個靜音開關喔 好,我們把它試開給大家看 那感覺不一樣 因為以前都是透明包裝 那現在這次不是了嗎 其實真的是蠻好看的喔 那就回到有點像iPhone4的造型 就是 呃... 不是圓弧邊了嗎 好 呃,那這裡 咦? 這個應該是放SIM卡的地方 不對啊,SIM卡在這裡 喔,對不起喔 SIM卡在這裡 那這個就是應該是那個 我們講的Millimeter Wave的那個天線喔 Anyway 好啦,那我現在把它設定好 再把它打開給大家看看囉 OK,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蘋果最新的 MagSafe Charger 就是它的MagSafe磁鐵的那個 無線充電器 那這東西呢 包裝很簡單 沒有什麼啦 那它是USB-C的接頭 那它這裡 後面是說是 希望你是接到 20W的充電豆腐頭上頭 呃... 20W其實不少耶 OK 反正那我們現在就 把它打開給大家看看吧 基本上包裝很簡單啦 裡頭沒有什麼東西 打開來以後就這樣 然後還有一大堆什麼說明書啊 放在裡面的 好,那我們現在就 把它打開來 呃...試給大家看囉 我這邊先試給大家看 是MagSafe的那個 Charger 這一支是iPhone 11喔 所以是舊的 所以基本上呢 你只要對準 它也是通用的 所以它不是說一定要iPhone 12啊 才能用 是錢的也可以 只是說 它因為沒有吃鐵的關係 所以你要 對準中間 但就不是很好拿捏啦 所以這個... 這個... 自己大家要注意一下 你看 不是很好拿捏 但就是要對準中間 OK 在這邊呢 設定之前 我先給大家解一個糜喔 這邊就是我們打那個 大家在開玩笑那個 MagSafe的那個充電... 充電盤吧 應該這樣講 那之前就有很多人 就已經有人在問我說 如果是裝 不是蘋果的手機殼 像這樣子的喔 就是外頭 隨便買手機殼 還能不能用這個呢 它的磁力會不會夠呢 我們這邊來給大家解答囉 是可以的 而且其實... 其實還算蠻堅固的 但就是說是 你如果不小心 如果拌到的話 它線還是會掉 但基本上是可以用的 而且它基本上 任何一個角度 這就是蘋果還蠻特別的地方 你基本上 轉來轉去它都OK 但沒有說一定要哪一個線 走固定哪一個角度 基本上都沒有問題 OK 好 還有你看 現在這邊 已經有5G了 沒關係 那個... 我現在來設定一下 再給大家看囉 我們先從大家最有興趣的 就是5G的速度來測試給大家看 因為我們現在在美國 而且我的帳號是用T-Mobile的 所以呢 它的5G的速度應該是有限啦 應該不會非常非常快 但是我們來看看 在同樣一個地方呢 我們現在是在LTE的設定裡頭 我們來看它可以跑多快 就讓它跑吧 沒看到它平均速度 下載速度大概在50幾 就算不到60好了 到60吧 那上傳速度呢 這邊的上傳速度其實不是很好 因為那個 你大家可以看到 這邊訊號只有兩個 所以這邊的上傳速度其實都蠻爛的 所以... 就... 我對這個沒有期望太高 哈哈 好笑 看... 沒有很快 OK 那我們現在把它放在5G ON 來看說它會是怎麼樣的喔 來... 一樣重新來過 好 準備好 開始 大家你可以看到 它的速度馬上明顯就快很多 現在基本上是160 170 這個其實在我們這邊呢 而且是這個訊號兩格情況下 其實算是非常快 165 那你看上傳明顯也快比較多 那當然啦 在這邊因為訊號不好的關係 而且本身DMobile的網路就 沒有說那麼... 也不是說沒有在這邊沒有那麼厲害 就是我家這附近的那個網路訊號沒有那麼好 但是基本上可以跑到160 16的8其實算是很好 就明顯可以大家看說 5G跟LTE其實明顯還是有差的喔 OK大家在這邊仔細看 我現在是把我兩個電話號碼 一個是eSIM 一個普通的那個SIM卡都打開 大家可以發現到說 這個功能打開後 這邊有寫 5G is not available when in dual-SIM mode 也就表示說現在的目前情況呢 呃... iPhone喔 還不支持雙卡同時在5G上投 你如果要同時5G雙卡呃... 在同時雙卡待命的話 你他會全部都跳回LTE喔 所以就算是你有5G的那個服務 他也沒有辦法用到5G喔 所以在這邊大家要特別注意喔 好啦 我們先從外觀來看啦 呃...大家看中間的就是那個iPhone 12 Pro喔 看我把這個... 像這個... 這一隻是iPhone 11 就是基本的黑色嘛 那這一隻呢 是11 Pro Max 所以大家可以先看一下 不同的設計以及顏色喔 那那個...我先從... 11跟... 12 Pro 因為12 Pro跟12其實是呢 大小是一樣的 大家可以在這邊可以看到說 呃...同樣的情況下 其實... 12... 跟12 Pro... 跟11比呢 雖然說螢幕大小是一樣 但是其實手機來說 他其實是變小了喔 就是窄了一點 那高度來說呢 其實他也是變... 矮了一點 但是他的螢幕大小是一樣的 所以這邊大家可以那個... 呃... 可以大概就是自己拿捏一下喔 因為...呃... 11呢...目前呢還是可以去買 而且因為價位很好的話 其實如果你不是需要最好最新的 11搞不好是性價比非常高的一隻手機喔 那再來另外一個 你如果不是玩遊戲 呃...需要特別高性能的話 其實說真的 買11或許也並不是一件壞事喔 呃...但是我們今天再回來看到這個... 12 Pro中間 那基本上呢 他只是就是... 圓弧變變成... 那個...寬邊了嘛 不是寬邊 就是直角邊 然後呢 但是基本上呢 設計的理念 其實跟那個11 Pro Max 跟11 Pro其實是一樣的喔 比方說你的旁邊都是那個... 呃...不鏽鋼嘛 那後頭呢都是成霧面 霧面的 那這個之前就是所謂的那個霧面的綠色 這個新的這個霧面藍喔 我看這樣大家不知道 看清楚看不清楚啦 OK 那照相機來說呢 你明顯可以看到說 這邊 以前就有這邊是個麥克風 但是他把麥克風現在變到這個小小的... 這個角落 然後呢 這個下頭就是他們新家的這個LIDAR的CAMERA喔 LIDAR的CAMERA在最早之前就是第一次在蘋果那個產品出現的話 就是今年年初的那個2020那個... 那個... iPad Pro上頭有曾經在加 但是他並沒有說加太多功能啦 那主要這次這個呢 蘋果是講的是說 他在照相的時候呢 會更快的對焦 而且在夜間照相也更容易對焦 因為他並沒有... 因為他是用雷射跟光來對做對焦的那個處理 所以會比直接用鏡頭快很多 那基本上呢 另外一個你還可以看到比較不一樣的東西 就是旁邊這邊多了一個... 多了這一塊 那11上頭是沒有的 CAMERA 那是因為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他們應該就是在美國啦 這個就是他那個... 5G的millimeter wave的這個天顯 如果記得沒錯的話 應該就是這樣子 那其他基本上呢 手感啊 不會覺得差太多 反而會覺得是說 欸... 呃... 有點陌生 但又有一點好像... 很熟悉的感覺 因為這個比較又像回到 就之前iPhone4跟4S 還有5跟5S的那個設計了嘛 因為我們從6開始就又回回原型邊 那意思是6 7 8 呃...現在10 然後呢 11 的那個... 都是...都是圓弧邊嘛 現在又回到... 方便囉 其實是一個蠻有點... 有點感覺像那個什麼 最熟悉的陌生人的那種感覺啦 OK...我們現在人在外頭喔 呃...一邊呢是iPhone11的照...那個...攝影 另外一邊是...12 Pro的攝影喔 現在都是以基本的那個...呃...寬的鏡頭 不是超寬喔 就是基本寬鏡頭 就是一層的那個鏡頭喔 那後頭呢 大家應該可以聽到是說 有很多...那個...車子的聲音嘛 那我們現在一樣來測試拍影片 我現在是人站在...手機的後面呢 呃...用內建的麥克風在收音喔 大家可以聽聽看內建的麥克風差別在哪裡喔 同樣現在是走在路上 所以呢...因為它本身...沒有... 這個防震是說比較好一點 但是說沒有特別好 所以大家就可以自己...拿捏一下喔 好...我們同樣也是...快速走... 大家可以看一下影片的畫質喔 好...那我們現在再切換到...另外一個模式喔 現在切換到...就是...廣角 大家可以來看一下...兩個影片拍的那個畫質... 差別在哪裡喔 今天陰天所以說沒有說顏色那麼鮮豔 但是...大家應該還是可以看出一些差異喔 OK...現在這個是室內拍影片喔 大家可以看一下影片的差別在哪裡喔 這一樣也是用EX的...就是...基本的廣角...鏡頭 不是超廣角...就是基本廣角鏡頭 OK...我們現在...其實來回答大家最主要的問題吧 應該就是...應不應該買新的iPhone 12或者12 Pro 因為我們現在目前還不跟Pro Max來比 因為Pro Max呢...它...又不太一樣喔 而且主要因為目前還沒開賣 所以我們現在還是來回答問題說... 你今天如果是11... 呃...或者11 Pro Max...就是之前的嘛 那...應不應該往上跳... 我們先從11到12來決...來看好了 其實11到12呢...差別就是多5G 然後呢...這邊有寫嘛...你的那個錄...那個影片的時候呢... 他是30幀...呃...可以支持HDR... 但是如果是12 Pro的話...它是60幀HDR喔... 那那個...Optical Zoom...就是所謂...我們就是實際的...應該簡單來講說實際的光學好了 實際的光學...那個...Zoom...那個...就是... 就是...望遠的那個功能...因為主要是在Pro版本...Pro系列...因為多一個鏡頭關係...所以它可以到4嘛... 那那個12跟11還是12...所以這個是一樣的... 那這個呢...就是LIDAR Scanner...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那個...呃...用雷射跟光來做光學對焦的那個...相機... 那再來差別呢...就是...裡頭的中央處理器...呃... 續航力差不多...大家是說...因為5G的關係是有變差一點...所以...但是我覺得... 還好...沒有說太嚴重啦...那當然...前面的那個... 玻璃呢...12跟12 Pro是...跟11來做比較的話...它是有更堅硬一點...那...目前這幾天也有人做了... 那個...摔的測試喔...這證明...欸...它真的是比較硬... 那...那個防水呢...那個...11呢...是... 在...水深2公尺...30分鐘...那這邊是... 12跟12 Pro是...水深6公尺...30分鐘...那再來就是... 11你不能用...不是說不能用MagSafe的那個充電喔... 它是...其實也可以...只是它沒有辦法吸上去...就這樣... 好...那剩下其他的呢...就是螢幕的差別嘛...因為那個... 12...呃...11那時候之前還是用比較...差的...也不是說比較差... 它就是...它是LCD的那個螢幕...所以它解析度就沒那麼高... 12跟12 Pro其實...螢幕是一樣的...所以呢...大家或許說...你可以考慮說... 你是要12還是12 Pro喔...它螢幕是一樣的... 基本上這邊...唯一就是...這邊有...這個...比較... 比較差的是...12的...它的那個...最高...亮度喔... 它比較...比較低一點...這個625...這個是800喔... 但是基本上你看...這解析度啊... 解析度啊...什麼的都一樣...而且它也是支持HDR的... 這都是...兩個都是OLED啦...所以你如果真的覺得...這個很...很重要的話... 你搞不好11跳12是OK的...但是我覺得這個還好...OK... 那其他的呢...說真的...再來就是...照相機... 照相機...唯一大家可以看到... 11的那個...正常...正常的那個...鏡頭喔... 不是說超廣角...就是他們講廣角... 它是那個...光圈從1.8變成1.6...OK...所以這個...在夜間照相會好一些... 那再來呢...就是它比較...支持比較...12是支持比較好的... 那個...HDR... 的那個...照相功能... 但是12跟12 Pro差別就是... 那個...這邊有看到...這個... Pro Raw... Apple Pro Raw...我們之前有講過...就是...有關它的那個... 照片存檔... 然後那12 Pro當然又多了一個鏡頭嘛...以及那個... 夜拍模式...你可以用... Portrait...Portrait的夜拍模式... OK...那...影片呢...處理呢...其實呢...就是多了... 主要這邊大家有看到...多了...就是... HDR的那個...那個...錄影功能... 然後...其他的...早上這邊就是一個... Night Mode Timelapse...夜間的那個... Timelapse拍照功能喔... 那剩下其他的...不會差太多... 其實都差不多...主要真的就是... HDR的錄影功能喔... 那...前置鏡頭呢...其實... 是一樣的...唯一就是說...是...呃... 12跟12 Pro支持... Smart HDR... 的那個...3... 算是第三代啦... 那11就沒有支持到那麼最新的...但其實差不多... 那再來... 也是我們之前有講的...HDR影片功能... 那...前置鏡頭的話... 12跟12 Pro其實是一樣...都只支持30...30幀喔... 不是像那個...後製鏡頭是一個30...還是一個60... 所以差別在這邊... OK... 那...當然啦...5G嘛... 呃...最大差別...那其他的呢... 都一樣嘛...你看這是什麼...Wi-Fi...Wi-Fi 6啊... Bluetooth 5啊...呃... 然後...唯一這個... 這個... 就是那個... 這Build-in GPS呢... 要看你是哪個國家... 或怎樣... 他是有再多一些功能... 但這個...這個不影響... 那...多數的用戶啦... 那其他再下來呢... 基本上就是... 一樣的... 唯一就是說... 這裡... 他這邊有多一個...就是... 你如果用Facetime的話... 他現在的12 12 Pro呢...是支持Facetime... 用1080P了... OK... 那之前是沒有的... 那現在就多了一個這個... 好... 剩下其實說真的就差... 沒有差太多了啦... OK... 所以呢... 我...我個人覺得是說... 你如果是覺得... 11現在用的很好... 而且你也不是說是什麼... 需要非常... 呃...厲害的玩遊戲的功能... 或怎樣... 你就只是一個基本手機用... 用發發簡訊的話... 是非常足夠的... 所以... 你不一定需要跳12... 呃... 那你如果要跟12跟12 Pro比的話... 因為12跟12 Pro比... 你看這邊差價是... 200塊錢美金喔... 200塊錢美金... 我們就算大概... 6000塊... 台幣吧... 呃... 不同的是... 一個是... 你就多了鏡頭嘛... 照片更好... 那我覺得... 最大差別是什麼... 一個的基本的... 那個... 那個... 儲存是64GB... 但是呢... Pro... 是128GB起跳... 你如果要從12要到128GB的話... 你要加... 現在好像是100塊錢美金吧... 對... 你想說... 你如果跳到128... 其實兩個價錢... 就只變成... 只差大概3000塊錢... 所以或許... 其實... 性價比來說... 12 Pro... 其實是比12好的... 前提是你要... 你需要到128... 你如果不需要到128... 那你可能這個... 就不需要這樣做喔... OK... 所以在這邊跟大家分享這樣子... OK...以上就是... 這次的... iPhone Pro 12的開箱喔... 還有我的... 大概一些想法... 在這邊分享給大家啦... 呃... 基本上我個人覺得來說... Pro跟不是Pro... 就是12跟12Pro的價錢差... 其實沒有差太多... 呃... 那... 一方面你... 那個... 照相機啊... 什麼東西會變比較好... 而且... 更何況... Pro其實裡頭的... 這個RAM的... 我們那個... 記憶體其實也比較多... 那再來... 那個Pro的基本是... 128GB... 而不是像12基本是... 64GB嘛... 所以我覺得這個差價... 其實... 相對來說比較小... 那... 整體上來說... 要比較的話... 我個人覺得... 性價比來說... 12Pro... 是... 比較好的啦... 那當然你也可以買Pro Max... 那就是螢幕大嘛... 那又不一樣... 但是以12跟12Pro來比的話... 我覺得12Pro是比較好... OK... 而大家有什麼問題... 在下頭留言告訴我... 一一幫大家回答喔... 大家如果還想看什麼樣... 其他影片的話... 也在下頭留言告訴我... 記得按讚訂閱... 以及按下小鈴鐺... 以及把我影片分享出去喔... 那我是胡老闆...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我們下邊囉... 我們下好き river... 嗯... 怎麼會 Ouais... 一次... 我們下字幕內容... 只要來... 就會做到... 任務員尤可 camera... 不愧呢...